我在香港的报台上经常喜欢看某一类杂志 那天我看见杂志一封面 又把我吸引了 说现在香港富豪有新玩意儿了 他们的老玩意儿是什么呢 爱情女明星吃饭 开出的价钱几十万 我跟你说几十万不算什么 最近有一个人爆料 说有富豪开出来给谁 天王的嫂子 天王前嫂 熊带琳200万 就位吃顿饭 还有个那摩周秀娜是150万 当然咱得说这俩姑娘 人家也是香港刘胡兰 人家富贵不能赢 别别别别 人家身上泼脏水 人家没去 但是由此我们知道 现在有的香港富豪 他考虑到请女明星吃饭 怕狗仔队拍着 你在酒店 你在什么私人会所 你跑到天涯海角 狗仔队都能闻得到味儿 所以他想到了一个地方 上天 富豪拿直升机接着女明星去跟他赴饭局 这本身也有一种想靠一个飞机 让女明星心中对他有所仰慕 当然人家女明星什么没见过 坐个飞机算什么 的确不算什么 富豪真正玩的是 激震 当然价钱 那也得比天还高 就有时候一时兴起 俩人家饭 连吃饭 带睡觉 在飞机上 都解决了 我特别喜欢看网友的留言 我看有的网友 说的 说 鸡震 当然是爽 最怕鸡师要求一起玩 所以最幽默的是 网友 由此 我又想起了熊戴林 我给大家看看 最近熊戴林出席活动 我主要是看记者 你看他怎么拍 拍 这个 这四张 你看 进来 哎 落座 我为什么看你看这个照片呢 当然是因为熊戴林 人家确实身材好啊 就说这个记者 你很明显 拍的就是人家的 这个女性的 这个臀部嘛 现在你知道有的娱乐记者 我听一个女红 红颜之急啊 跟我说 说 上次一个娱乐记者 嘴上问我这个问题 说你这电影什么什么什么 哎 这个相机啊 就在我这裙子下边这么拍啊 现在 都这么玩 真是 我们当然发出来 我们是挺喜欢看的 我这次的电影 是什么呢 我这次的电影